OK,所以感謝大家今天來闖論 我們通常第一堂課都會變成這個樣子 沒有錯,都是很多人 但是我們先確定幾個事情好了 第一個,有多少人還沒有修過量子醫學呢? 可以舉手 我們的課程時間通常是比如說 我們要到第九點半,第八點半 第八點半 你最喜歡的是什麼 我覺得都還好 3點半的好處 4點半開始的好處是說 因為如果禮拜三下午有3點半 這邊沒有人要上3點半半的 不知道我們可能會幾點半 大王是2點半到3點半H OK 所以現在問題是 第一問題是要幫我們播客細節 就比如說我們4點半開始整個 4點半到 4點半或4點半或外國 大家今天休職來這邊的 今天後面還有課嗎? 今天有人後面還有課嗎? 沒有 所以我們可以往後追半個小時開始嗎? 對啊,比如說 然後我們根據過去幾年的這個經驗來看 通常答案連續上3個小時 下午不再好 所以我們通常的做法是說 我們把它拆成兩個75分鐘的時候 然後現在的Proposal大概是 所以我們現在不就兩天就是七十分鐘 對啊,所以我們才想要 對對對 我們大概就是 OK 先確定這個時間 所以我們現在大概是 Wednesday,Sherstay 然後我們大概 4點半 就4點半 4點半 這邊有沒有4點半不行了 沒有,因為我們現在要 你們是 10點半 所以之後 你們4點中 有問題 跟我講一下 還是我們就 OK,應該沒有嘛 OK,我們就4點 好,那我們就4點 然後到比如說5點 5點半 5點半 我來問 OK 這時間大概OK 喔 Right What else? 去年修過的可以不要再 不要再 不要再旁邊嗎 因為這空間會占不穩 會那個 會 會 會 還有多少人是實際上修課的 沒有要旁邊的 只有要旁邊的 有多少人在修課 多少人要修課 不然的話 那個空間會很慢 就是 就是這麼簡單 我們可以看前面幾週之後 好,看幾週之後才中間 對,再開始看 呃,還有什麼 呃,我們其中其末都有考試嗎 對,所以我們是其中其末 我們其中其末都有考試嗎 對,我們其中其末都有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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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呃 Right 那我們的做法 大概就是我們兩個人六 我們大概 平均在七週 七週 七週左右 就是這樣的一個科學 那 那 這個機會先開始 大概一個七週 然後再分到五點 再調查 呃 就這樣嗎 還有什麼 我們只要知道 課本 課本 需要課本 在上面已經列出了 啊,學歐子大概是recommended 對 我們在那製法上 recommended short statement OK 我不會照著它上 但是大分 你可以在那製法上 可以好的證明 對 或者是有許 比如說像我的部分的話 那個 我的nose 然後我會有一些recommended 因為其實那個 在Google上面 有很多那個 就是廠論的 available在圈上 所以 嗯 嗯 對 對 OK 那 那個 加千單 我一定要加千單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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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這個錄影是不是這樣 已經開始了 對 對 已經開始了 喔已經在錄了 OK 那是誰在找的 不用擋 喔這就cover到全部了 對 可以cover到 後邊那個化掉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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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我這樣可以 OK 所以 所以它一件事就是 我們現在沒堂課 我知道我的部分 看你要不要錄好 OK 對 我的這堂課 我的部分都會 我們都會錄影 然後會上傳 所以說這樣子的話 第一個你們不用抄 任何筆記了 那第二個我也不用給你們任何的 就是 講稿 我的講稿 OK 所以 所以 可以剩去這裡 Good 所以 這禮拜 的 兩堂今天跟明天 我 基本上 我需要 establish 基本上這個問題的答案 就是 兩個問題 What and Why QFT 所以 現在這兩天 我們就先回答這個問題 我們不要說 上 上 上到學期中 我們才realize 我們到底在幹什麼 我們一開始就先 先回答說 到底為什麼我們要上 quantum field theory 跟quantum field theory 到底是 什麼東西 或是 這堂課裡面 with sense 是什麼東西 那因為這門課 我們已經上了大概 已經上了大概 兩年了 所以我們也稍微有些idea 說那個什麼東西 說 你們的反應會是怎麼樣子 所以我要先給你們一個警告 這堂課跟一般的 其他課程不一樣 這堂課 由於quantum field theory 本身是 in some sense 它有各種各樣不同的闡述方法 但同時它都會reach 到同樣的conclusion 所以 in some sense 你們要學會 怎麼樣猜答案 所以這堂課會是 直接告訴你答案是什麼東西 在我現在sumption底下 你可以直接去derive 說答案是什麼東西 那至於這個答案 是怎麼樣子derive出來的 那我們會有不同的formular 慢慢再告訴你 有些什麼樣子的建構 不同的出發點 或是怎麼樣 不同的角度去看同一件事情 得到最後的答案 但是 我們主要強調一點 就是在一開始的時候 你就已經可以知道答案 必然是什麼東西了 OK 所以你們要學會這一點 所以這堂課並不是說 我今天學會第一道四指 第二道四指 第三道四指 然後你就開始推一推一推一推 最後可以推出答案 這不是那一種課 OK 裡面要推出一個最終的答案 你可以有好多各種不同的出發點 不同的formular 所以那個不是point point答案是什麼 以及為什麼它必然是這個樣子 然後再來 再反過來 你再去探討說 為什麼各個不同的formulation 還有各個有什麼優缺點或什麼 但他們終究 他們都怎麼樣去respect 你的真正的fundamental principle 以至於你會arrive 在同一個答案上面 OK 但是 any rate 我們 所以會有這種很多 猜答案的部分 你一開始就應該要 就要build down 你的intuition說 答案是什麼東西 好 那既然我在講說 答案是什麼東西 那你第一位會問答案 to what 或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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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個 way to formulate the same question 為什麼我們要 學quantum field theory quantum field theory 要幹什麼 那 in principle 我們這次物理系 對不對 我們今天是物理系 所以說我們今天 學任何一個東西 At the end of the day 就是在討論物理 那物理到底在做什麼東西 我物理在做的事情 在這裡面 現在應該可以有一個 很 broad picture 我給你 initial condition somehow 有某些principle guide 我的system 造成說我有個 final prediction 所以 essentially就是物理 對不對 那 至於這中間是什麼principle 去告訴你 或是你去 govern 這整個中間的evolution 是怎麼樣 在不同系統 會有不同的討論 不同的尺度 會有不同的討論 但是 At the end of the day 就是很簡單 initial condition 你要能夠predict 結束 final的東西是什麼 所以說 那你最後predict final的東西 那那個東西是什麼呢 我今天如果要你做一個prediction的話 我們最後的東西 要predict的是什麼東西 那這個東西 我們叫做observable 對不對 就是我們所謂的physical observable 對不對 那既然這是物理課 我們知道到最後 是physical observable 所以我們先要搞清楚 我們學這東西 到最後到底 突然在這個 formulation裡面 我們會討論的physical observable 是什麼東西 我們先搞清楚 我們最後要算的東西是什麼 或是說我們要用這東西 去得到什麼東西的答案 那 在quantum filter裡面 很naturally的observable 有兩種 而且這兩種實際上是interrelated的 回去我們在這個過程中裡面 會在這個課程中 會慢慢談到 第一種就是 所謂的correlation function 我們要算這個東西 我們要算這個東西 這是個abstract的形 這是個abstract的東西 這叫做correlation function 這叫做correlation function 這是什麼呢 這是basically 你有一堆的operator 我想你們沒有上過量子力學 這樣子也上過量物了嘛 對不對 在量物你們都知道說 你們在量物的時候 你們可以quantum這個system 你有way function 你可以act on 這個way function 一些operator 對不對 去得到一下zero 比如說angular momentum啊 或是什麼 Various的東西 都有這些operator的東西存在 對不對 good 所以basically 你會在任何的一個quantum system 你會需要 你會 關線的東西是什麼 就是這些operator 你可以有好幾個不同的 你這個o 可以是不同的東西 可以是angular momentum 可以是一些什麼scalar operator 或是什麼東西 然後 你去在不同的點 去insert這些operator 然後你再問 這個東西的expectation value 是多少 對不對 這是一個東西 我們會expect說 一個theory 它能夠給你的 一個prediction OK 所以說 我們從quantum field theory 我們會需要gear towards 告訴你說 在一個system裡面 我們要怎麼去算 這個zero 算這個correlation function 所以說 這問題倒過來就是 今天你這學期 上完課 上完這整學期課的時候 你再回來 就回想到 今天第一堂課 我說 你quantum field theory 你要知道的是 你要怎麼樣子 這個operator 或是這個東西 你要怎麼樣 在這個system裡面去算它 如果你到學期末的時候 你回來看 你發現你還 不是很清楚 這要怎麼算的話 那你basically fail OK 或是我們fail whatever way you wanna put it 這是你的fundamentally 我們需要achieve的事情 我們知道 我們最後要做一個prediction 是這個東西 那我們現在 中間 去build up 你的step 去知道說 要怎麼去算這個東西 那 這個東西 obviously也是跟我們實驗 很直接相關的嘛 你可以想要嘛 對不對 今天就是operative 可以想是一個probe 對不對 你去probe你的system 你在measure不同點 你在做一個measurement 然後你要算說我這個system 可以量到這個measurement 最後的expectation 我的機率是多少 某一個measurement的值的機率 是多少 對不對 good 那既然我講到是實驗的話 那obviously還有另外一個東西 就是實驗 你們知道我們實驗常做的東西 對不對 是什麼 是不是就是散射 對不對 那實驗常做的東西就是說 如果說我們要討論 你的基本作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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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什麼 我們常做就是把 中指指示開始對撞 或是怎麼樣去看它的散射 這個 的這個 的結果 對不對 所以另外一個東西 我們會想要看的是什麼 你們要不要去拿一些椅子 因為椅子已經沒了嗎 你就把它放在中間 一切都離到中間來 所以第一個是correlation function 第二個就是所謂的散射機率 所以假設說你今天在做一個 在做一個collider的experiment 有兩個particle進來 這中間你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發生了collision 然後某兩個particle出去 像你們在量物裡面也有學過嘛 應該在古典地學裡面也有學過嘛 應該在古典地學裡面也有學過嘛 你怎麼樣去描述一個 這樣子scattering 這個process 不論是elastic 或是inelastic 的scattering 所以這個東西 你產生這個event 的probability 是多少 也是一個theory quantum theory 它必須要能夠告訴你 對不對 所以這東西我們叫做什麼 我們就叫做s matrix ok 所以一樣的 今天到學期末的時候 你們必須要知道說 如果你們要想說 我到底讓常論 你到底學到什麼 你就會回想說 你永遠都會回想到這兩個東西 ok 不要想的是說 中間我們要定義什麼什麼 不要你就會回想到這兩個object 你知不知道這兩個object 在常論裡面 是怎麼出來的 怎麼去 因為at the end of date 這是它必須要做的事情 不然我們只是學到一些空的數學 架構而已 什麼都沒有 ok good 那obviously 這兩個既然是一個 既然是一個 是一個物理量的話 那任何的系統都該 任何的理論都應該給出 告訴我們這兩個東西的答案 是什麼東西 那為什麼 我們會特別弄一門課 叫做量子傳論 quantum field theory 量子傳論special在哪裡 好 當然它 這個東西是 這兩個object 是任何的theory 都必須要給你 任何的formula 任何的東西 你都必須要 能夠有一套方法告訴你 它怎麼對這個東西做prediction 量子傳論 特別的地方 或是at least 我們這堂課裡面的量子傳論special的地方 是在於說 這個 量子傳論得到 這兩個observable的方式 就是 是respect兩個fundamental principle 第一個就是Lorentz invariance 或是special relativity 第二個就是quantum mechanics quantum mechanics quantum mechanics 某種程度上來講 是有點是 有點是 OxyMoral 因為既然我這兩個observable的真定義 就已經是quantum mechanical的定義 但基本上 這個還有用到 something more than just quantum mechanical the object 的definition OK 所以換言之什麼 我們在這堂課裡面所develop的quantum field theory 事實上是一個statement說 如果說我要做這個prediction 然後在這個prediction 給出答案的過程中 以及它所有interaction 所有的作用的方式 都是respect這個兩個principle的話 這個subject 本身就叫做quantum field theory 那你們可能有學過說 比如說我們有quantum mechanics 跟quantum field theory的差別是什麼 這個我們就到下一堂課 我們會有更直接的比 比較到底差別在哪裡 but essentially the fundamental statement 就是說 你如果system 你如果respect Lorence's variance 再加上你用quantum mechanics 的rule 來得到你的最後的答案的話 這個essentially 就是quantum field theory the most general sense 當然 話要說回來 所以說你在用不同的 在quantum field theory裡面 因為你有很多不同的得到 我跟剛才講 不同的formalism 如果有些人有經驗的話 你們知道我聽過Lagrangian 對不對 你有Lagrangian path integral formalism 你有Hermatonian formalism 所以你擅有不同的方式 可以去respect 這兩個principle去得到 但是obviously 你沒有人聽到說 那我今天 你做condensed matter的同學 你會說我做condensed matter 我不用Lorence's variance 我還是可以用quantum mechanics 我還是用quantum field theory 的同學來做 是true的 所以說 你在這裡面 他為了要去develop 一個方法 去某些formulant 去計算一些東西 這些方法 也可以用在別的系統裡面 which 不再respect這些symmetry 也是可以用的 OK but fundamentally 我們今天在討論是 在respect這兩個principle 底下的時候 你說develop的東西 會是什麼 所以這堂課 我事實上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我事實上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就只是 我就只是 argue說 如果說我就只有這兩個information 的話 事實上大部分 我們quantum field theory 這整個要跟你講的東西 你可以光從這兩個principle 就直接得到最後的答案 我們不用 我不用告訴你任何的forms 所以它是非常 所以話題字我要告訴你 它是非常rigid OK 它不是說 說好 你可以東改西改 怎麼樣子 它是個非常rigid的construction 那這rigid的construction basically就是respect這兩個 那既然是respect這兩個的話 我就必須要告訴你們 說這兩個 很detail 它的information 它到底imply的是什麼 大家都知道Lorenz invariant是什麼 在這邊沒有看過Lorenz symmetry 稍微舉下什麼 OK 所以我的Lorenz symmetry 會稍微講一點點 然後在那個什麼東西 講到說我們能夠用的地步 OK 所以這兩個obviously 所以我必須要先討論 什麼是Lorenz symmetry 然後再來會討論 quantum mechanics 在裡面真正用到的東西是什麼 然後我們最後會得到答案 我們今天這堂課就到這個地方分子 然後我們明天會討論 quantum mechanics 到底相對於quantum field theory的差別是什麼東西 我們在essentially在這兩堂課裡面 回答了我黑板上的兩個問題 OK 那回答這兩個問題之後 我可以先給你們一下那個什麼 那個overview 再下一個會發生的事情 我們基本上 所以我基本上這兩堂課已經告訴你們 in principle 這堂課 這整個過程中 你應該要 我們會學期末 你應該要知道得到的答案是什麼 我們一開始就argue答案必然是這樣子 好 再回來再慢慢develop一些不同的formalism 那我們會先develop a formalism 就是對一個scalar theory的formalism 我們會先這樣develop 然後再來橫語就會接手vermium的部分 spinner的部分的development 對 所以basic是這樣子的idea 然後再看我們會推多元 but basically我們先討論說 quantum field theory basically是遵守這兩個principle 所以我要先告訴我們 我們先討論一下Lorent symmetry 我們用一種比較有用的方式來想 什麼是Lorent symmetry 所以第一件事情 你任何時候在講一件symmetry的時候 你會想到是什麼東西 任何時候我們在講 你們都習慣了嘛 有任何的對稱器 就代表有某一種守恆嘛 守恆亮 對不對 就是這樣 就是相輔相成的嘛 對不對 所以 我們當你說一件事情 比如說我現在有 今天我說 我旋轉不變的時候 那你會說 那什麼意思叫做旋轉不變 比如說 那 那是不是就代表說 旋轉不變的這個東西 它是一定maintain 在你做旋轉的時候 一定有某個東西 並不會因為你的旋轉而改變 所以最簡單來講是什麼東西 一個兩個點之間的長度 對不對 假設在我們三維空間裡 你要怎麼去描述 三維的旋轉不變 你的描述方法就是說 你可以最三維 所有的任何的 你考慮它任何的座標轉變 但是它不論它怎麼樣轉變 它必須要maintain兩個點之間的長度 是完全不變的 這就讓你定義定詞的 你的旋轉不變 大家同意嗎 對不對 good 所以任何的 symmetry 你總是可以先從 它leave什麼東西 amburient 來開始 來理解它 所以說我們知道 當然所以我們這樣你就知道 variance symmetry是什麼是什麼 variance symmetry是什麼是什麼 variance symmetry是不是 maintain 我今天先寫 Ds 我今天用mostly minus signature 欸 你會用mostly minus 而mostly plus 你的time是minus 還是你的space 是minus OK 因為你們既然學這東西 你們就要那個billity 我換了換句 對啊 我聽完不及你的好哥 OK 所以我先開始從mostly minus 所以 OK 所以我們現在從四維開始 我們講四維的lorient symmetry是什麼 就是a symmetry transformation which leaves line element不變 這跟我剛剛講的 基本上是一樣的概念 你讓兩個東西點之間的長度不變 那這只是說這長度不再是 全部都是同一個號 因為你是minkowski signature 所以你的 emvariant length的定義 是有relative minus sign OK 這樣子可以嗎 換而言之 essentially 你基本上 你可以說我今天要找的是 我假設說我有v 對 v是這個 或是我今天把它寫成ds好了 ds我把它寫成一個vector 這個vector 就是有這四個component 那我想要找一個operation such that ds prime 就是某一個matrix eculine ds好 那我要such that ds dot 或者我不要用dot ds transpose 在乘上某一個metric 在乘上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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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要找某一種transformation such that 這個transformation act on它的時候 能夠leave它的inner product不變 而這個omega 是它的metric 那當然在這個情況底下的話 我們找omega 實際上是等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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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大家同意嗎 這是不是對稱性的 我現在定義對稱性 我們用很數學的方式來定義對稱性 對不對 我現在就是有這個 這個embarium length 它必須是 它的這個相稱 它的這個 等於定義它的內積嘛 我只把你們熟悉的東西 把它abstract一點 這只在定義它的內積 我要求說 ds prime 被acting 會被某個 symmetry operator act 之後 它會respect 說這個內積是不變 就只是這個樣子 ok 可是 為什麼會 為什麼會寫 為什麼我寫這個樣子 會是那個什麼 會是 useful 因為obviously 從這邊就可以看出來 如果說你要找到g such that 你這個東西 substitute到這邊來兩個時候 你這兩個 equation會 那個什麼 會 後的話 意味著什麼東西 意味著說 你的g必然要satisfy g transpose omega 乘上g 會成為omega 對不對 如果這個equation要後的話 這就代表說 你的這個g 必須要satisfy這個equation 我現在只是讓omega 我現在一直用omega的原因 所以我們在這堂課 以後會用到說 你在其他的時候 尤其是如果說 你到particle physics 你到su3 或是什麼 或是其他的symmetry group 的時候 你這omega會變 所以我現在 現在用來介紹 我現在介紹這個symmetry 的時候 我同時也就引進了一堆的form 一堆的 就是 我用的一種講法 是任何的symmetry group 都可以用這樣子去描述 ok 所以任何的symmetry group 都是先定義有什麼東西不變 然後再去討論所有respect 這個不變性的這個group 這個group的這個g 會有哪些性質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Lawrence symmetry 事實上是什麼東西 Lawrence symmetry很簡單 你就是要找到一組g such as gtransfer 乘上我剛剛說的那個 那個omega嘛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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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g 會等於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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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我要找到一組矩陣 等到such as 他這個satisfied Basically就是這個樣子 大家可以接受嗎 ok 所以我現在只是 如果說你們 因為 我們知道吧 quantum field theory 它是basically 只是based on the principle Lawrence invariance 跟quantum mechanics 所以你們要懂 這個Lawrence invariance 到底在講 它 fundamental structure 是甚麼 ok good 所以說你 基本上你就可以回去玩 你就可以回去 假設你就隨便玩一些g 然後就有點force 這個g層 那這個東西能夠satisfied 這個equation 那 到目前為止有什麼問題嗎 沒有 good 那我們會要找的是什麼樣子 那我 但是當然 我們希望找最general的解 來描述 proven symmetry 對不對 所以最general的方式是怎麼樣 it turns out 因為obviously你可以想說 我g 我如果g是identity的話 當然會satisfied這個equation 對不對 g如果是identity的話 它一定是satisfied這個equation 對不對 所以identity的那個p 是最蠢的那個p 對 那是completely irrelevant的部分 對不對 good 所以我要怎麼樣子 可以自然而然 就把這identity的部分丟掉呢 很簡單 你就assume說 which 說你的g上次等於exponential 就是i 然後我今天寫一個θp 好 你們都有看過這個representation 或者有些人有看過 可能在量子力學 你有看過 他把s2的矩陣把它寫成 告訴你s2可以把exponential 可是你為什麼要exponential 因為很簡單 你一定要把exponential 你知道在這個θ 在那小的極速展現 你是會有一個e的piece 再加上後面一頭拉骨剩下來的東西 對不對 所以你naturally就separate掉e的那個trivial solution 所以這是為什麼很 這是很natural 所以你要把你的這個g的這個東西 把它寫成s2的形式 ok good 好 那所以說如果說把它寫成這樣之後 那我當然obviously 我可以做的事情是 讓θ趨陣很小 做一個泰勒展開 對不對 所以如果說把這東西塞進來 然後去取我泰勒展開來的話 那會發現什麼 會發現說第一件 這個東西展開的時候 就會變成 e加i theta t 然後再加p 所以這個e的部分 在這邊跟在這邊 當然就直接就跟這個cancel 對不對 那如果你只看e接的話 你就會得到什麼東西 你就會得到說 你的equation 必須要set t乘以ome 減掉mega 減掉t transfer 這層 減掉mega 這層 必須要等於 這邊是針對 Lorence & Varence的地方 只是在omega 我取這個形式 所以換言之 任何你們在物理裡面會碰到的任何的 continuous group 之後我們會解釋什麼 但大部分你碰到的group都是 continuous 任何的group 都是可以利用這樣子的方式來定義 我今天唯一只需要換了 你不同的group 你可能有去聽過什麼 如果你有碰過的話 你有聽過symplatic group 你有聽過unitary group 不同的group 說穿了就只是這個omega不一樣 它在preserve的那個東西不一樣 你的inner product 它preserve的那個東西的inner product不一樣 That's it There's nothing special about group theory That's all there is in group theory Groove theory是什麼 某種不算是很廢話 Groove theory就是一個symmetry 你symmetry就是總是先定義它maintain and varient 是什麼 那就告訴我你是什麼樣子的inner product 還是maintain and varient 你應該就能夠從這個information 去establish整個group theory的structure 所以fundamentally 這的確是很大部分的可以是true的 那defining equation 就在這個地方 我今天換不同的omega的時候 如果你們現在想要講說so3的group的話 那就是omega等於diagonal 111 然後三乘三的矩陣 這就define了so3的group 我們到時候等到我們真正碰到symplatic group 我們都回到這個地方來分 我今天要先從這個來define 我的那個 我的那個 OK Anyway 所以你現在可以回家 我建議你們去玩這個example 你現在要找到一個t search that 這個t能夠satisfy這個equation 那 你會發現你的答案是什麼 我首先我先講個更簡單的答案 如果說我今天這個這個 如果這個omega是這邊給i的負號 就是變成是11111這樣子的話 那 什麼樣子的t會滿足這個equation 有沒有人知道 你知道嗎 tt等於t 蛤 t等於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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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 所以如果說今天變成是identity的話 會告訴你什麼 是不是告訴你說 ttransport減掉t比較等於t 對不對 什麼舉證滿足ttransport減掉t會等於t 他只要對稱就可以了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發現這個東西上是可以 可以給你說那個什麼 欸 等一下 Sorry 欸 Sorry 這邊是一個 我今天要用的是 OK OK 是 是 是 OK 這不是 對 這應該是加 對不起 因為我今天這邊展 我今天只單純是展開 這個是transport 這個並不是adjoint 對不對 所以這邊並不會有個負號 在這個地方 所以說 這個東西展開來的部分 它並不會有個負號 所以算是這個再加上這邊的展開 這兩個應該是一個證號 OK 所以相反 所以說如果說這邊是111的話 這邊是相加等於 OK 所以你是不是就得到它是anti-symmetry 對不對 你任何anti-symmetric的 matrix 都會 satisfy這個 equation 對不對 那 你們有學過 SO3的generator嗎 你有沒有學過SO3的旋轉矩正嗎 有嗎 對不對 SO3的旋轉矩正是不是就是anti-symmetry 你們想想看喔 我們SO3 我隨便寫個SO3的旋轉矩正 是不是 假設我是XY plane旋轉 那是不是給你寫cosd 負sind sind cosd 跟100 對不對 我們取θ很小的話 是不是可以拆成11100 隨便亂停對不對 所以 再加上 0 負θ θ 0 0 跟θ 我寫得很像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1的部分 就是這個地方展開來1的部分 然後再來這個T是不是就是precise is anti-symmetry 你就發現你的SO3的三個不同的轉動 平面 事實上就只是你有三種不同的方式可以anti-symmetry 對不對 所以 你就發現 你這樣就可以的確就可以定義你的轉動矩正了 你只要把這個T再放回來 你就可以把你的整個所有可能的轉動矩正都寫下來 OK 所以 今天你的轉動跟 我剛剛得到轉動跟你的那個什麼Lawrence and variance 差別就只是差別在這邊有 把這個符號改掉 OK 那所以把這個符號改掉的話就代表什麼意思 就代表你原來答案是anti-symmetry 那現在會是anti-symmetry 可是你還要再加一些compensate 要compensate這個符號的部分 那就是I的地方 你們知道 你們有看過Lawrence's矩正嗎 轉動矩正 它是不是有些I的那個factor 對不對 那些I的factor 就是因為你這邊是差了一個符號 要去compensate它 OK 但它基本上它的結構 Essentially跟一個四維的轉動矩正沒有什麼差別 OK Good 所以這個analysis就告訴你 真正重要的算是這個t 那在 所以假設說我們現在 所以這告訴你說Lawrence's symmetry 就是代表你有regenerator 就是代表你有regenerator 所以我們有Lawrence's symmetry 所以我們有Lawrence's symmetry regenerator T 我會上這樣子的原因 我知道大部分人都上過Lawrence's symmetry 這個東西 所以我要把它上稍微advanced一點 這樣我以後也好用 OK Good 所以我今天有這個t 那我知道t的基本上satisfied equation 甚至可以說它的defining equation 就是這個 equation 基本上就是這個 equation OK 那這個 equation會告訴你什麼 它就是告訴你t essentially它的結構 跟你的那個什麼東西 跟你的旋轉矩正是一樣的嗎 只是你會插些extract vector i OK 那 所以基本上它也是一個anti-symmetric的矩正 那我問你 那我問你 現在我們是一個 假設我們現在space line 是四維的話 我們有幾個anti-symmetric的矩正 在四維裡面 幾個independent的anti-symmetric的矩正 有四個呢 還有沒有別的答案 在四維裡面 有幾個anti-symmetric的矩正 六個 好 他們有幾個答案 OK 這答案是六個嘛 對不對 因為很簡單 你anti-symmetric的四維裡面 它有六個component 在anti-symmetric 它有六個independent degree of free 對不對 所以你知道 你的Lorentz generator應該有六 那我們是不是 你們都知道那六個是哪六個嗎 你們是不是有三個rotation 你們習慣講的三個rotation 跟三個boost 這個就form了你的這個t 這個Lorentz generator 這六個 那這六個事實上會形成一個algebra 為什麼它一定要形成一個algebra 因為很簡單 你可以想想想看 我今天這個是t 我今天只列出 我只列出第一個 那當然我在後面會有越來越多個嘛 就一堆的 一堆的 有一個不同的t 對不對 那我既然有六個的t的話 我今天有六個不同的t的話 假設說我六個t都involved在這裡面 我到時候展開我的t每個 越乘越多 越乘越多 它們應該都還是equivalent to 這六個裡面的其中一個 換言之 你有一堆的t的相成的時候 它應該還是能夠equivalent to其中的一個 所以說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這個t彼此之間會satisfy一個algebra 那這個algebra是什麼 我今天把它寫下來 t i j commentator t l k 好 對不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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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一定會產生這個algebra 你們這個algebra有看過的人舉手 或是有看過這種寫法 你們學亮目的時候沒有看過嗎 亮目的時候你們不是有學過x跟p的comitator 有看過x跟p的comitator舉手 OK 那這只是一樣的東西 只是說它的comitator 是會 x跟p它並沒有comitator到它任何它自己的東西 它只是一個常數 先是這兩個t的comitator 會得到這個comformation OK 我問一下為什麼 你需要四個index去標出這個 很好 為什麼我要標這個ij 因為很簡單 我在ij我只在標 因為p是一個四乘式的底震 對不對 我現在標ij的時候 我只在標是哪兩個 哪一個component不為0 所以比如說像 所以說這個總共 所以i一定要不等於j ok 然後ij會等於-ji 因為它這樣太symmetric 所以代表我有1 2 1 3 1 4 2 3 2 4 3 4 總共6個 我用這個來標我這6個 ok 那這樣子的話 所以你們也可以問我說 為什麼這邊一定可以 為什麼我知道我寫的是這樣子 我剛剛各位沒看 我沒有做小抄嘛 對不對 所以我就直接把它寫出來 一定是這個樣子 因為很簡單 因為我剛剛講的 這個一定是antasymmetric 所以我一旦寫下第一項 後面四項就跟得出來 因為它必須要是antasymmetric again 這個也是你們必須要 學會的一個東西 就是我們physics 我們整天在講 喔物理之美 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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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 ok 你今天你如果真的 understand這個symmen的話 或是 基本上就是你今天 如果知道這個東西 它的symmetry property 你一定要用上它 ok 所以任何時候 你在等號左邊 等號一邊有任何的symmetry property 你一定要在等號另外 一定要學會說 我知道等號右邊 一定有這個樣子 所以這已經 雖然這某種程度 是一個非常 非常白癡 trivial的一個東西 但是這已經是給你一個展示 說怎麼拆答案 ok 我寫下第一個之後 因為symmetry 就已經告訴我後面 我不用去看書 什麼東西 或者去work out真正的 algebra去得到後面 我知道後面 必然是那個樣子 那你會問我說 那我怎麼知道 第一個一定是這個樣子 第一件事情是 你一定 因為你這個是滿足這個 你一定是 你這是 這個整個equation 是由這個東西來define 對不對 所以 你任何能夠出現在等號 另外一邊的 必然是有這個equation 裡面所含 所帶有的element 的定義 所以我知道一定會有個 omega 跟t 那 它的index 應該要占max 所以真的 今天唯一的 我不知道地方 是只有這個前面的長數 可是這個長數 最愛講不重要 因為我永遠都可以 重新去define我的t 把這個長數吸收進去 所以我這個equation 一定是對的 to some extent 一定是對的 可能跟課本上的 頂多只是差說 這個t 會差一個長數而已 ok 所以 again 我現在就有一個很簡單的 所以在這個定義 這是我希望 你們在很多的考題 你們到時候 期中考跟期末考的時候 很多考題都是屬於這種性質 你們不需要去做任何計算 但是我問的都是一個物理的問題 但是你們會必須要知道說 怎麼樣去判斷答案是多少 對就是類似你們要開始慢慢得到 所以這堂課我後來跟前面兩屆的學生 後來去得到的feedback 我後來這對大家來講是最困難的地方 因為你們習慣的就是我們教你一套算法 你們去算 然後頂多就是再多加一些變化 去應用在不同的情況下 對啊 但今天這堂課不是 這堂課是你 答案某種程度上 我們是已經預先就已經知道 你們只要知道為什麼是那個答案 然後你們自己能夠 同樣的argument去argue其他東西 答案必然是怎麼樣的 答案我們中間也會給你們教一些運算的 一些運算的formular等這些東西 但是這兩個你們必須要兼備 所以某種程度上 這堂課雖然是個理論課 但是它是非常physical 雖然我先開始一堆數學的東西 那它其實會是一個非常physical的課 你們的計算量應該是不大 good 好 所以說 in some sense 我現在變成是說 所以說我現在講到這邊 我實際上在說什麼的 我實際上說 Lorent symmetry basically我現在一直把它在改寫成它的definition 什麼現在我已經把它改寫成它的definition 是你要找到一組t-satisfied這個要求 那你們可以回去試試看 你把tij就把它寫成你的anti-symmetric 4乘4的矩陣 的話 你就可以秀出說它滿足這個要求的 OK 你們又回去試試看 我強烈建議你們試試看 tij就是4乘4 anti-symmetric的矩陣 你把它帶進去 那你去看 是satisfied這個 的確就是satisfied這個要求的 OK good 那t是4乘4的矩陣的時候 其實這個很快的是什麼 這個就是我們的障礙了 因為我們一開始在realize 我們是怎麼realize它的 我們是有一對向量在空間裡面 我們是在想比如說電場跟磁場 對不對 我們把電磁場把它合併成在一起 我們有這些向量 我們有這些向量 然後所以我們一開始就習慣想向量 然後我們去定義它的 然後或者我們的空間的位置 時間跟那個空間軸 然後我們定義它的長度 然後我們定義它的內積 所以我們整個notion一直都是從向量的notion開始 對不對 所以我們定義了說那個什麼 所以我們從向量的 我剛剛講過說 怎麼樣去preserve這個向量內積不變 然後以至於說 我們會定義羅倫斯轉換到底是什麼 這個symmetry是什麼 然後這樣子一路 那你會說 那你當然你去問我這個問題 那既然那樣子就已經夠了 我為什麼要花這麼多時間去理解說 來把它寫出這個詩子 那答案是因為 這個詩子才是真正的fundamental definition 為什麼 因為這詩子是不是只告訴你說 你的generator 會satisfy某些algebraic relation 在這個詩子裡面 我從來就沒有告訴你說 t是4乘4 如果你回去去想說 t為什麼是4乘4的話 你會realize t是所以是4乘4 因為你是想像t是act 有一個向量 對不對 不是你的g是act 我再回到那個原來的transformation matrix g是act一個向量 是一個4乘4的矩正act一個 四個component的向量 對不對 這是我們人類 因為我們 somehow 我們當初第一個先有的notion 是一個向量的notion 所以我們就習慣什麼東西都用向量去想 所以我們喜歡我們定義我們symmetry 先從這個向量的這個東西出發 然後去define這個symmetry 這並不是真的最fundamental 我去derive這個equation的時候 因為是這個equation才是真正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能夠接受 我跟你講的說 這個才是fundamental Lorence symmetry的definition的話 那t是等於4乘4 我們習慣的那個Lorence 轉換到obviously會滿足這個equation 但是這時候你就會想說 那是不是有其他的representation 也滿足這個exactly the same equation 那為什麼這很重要 因為假設說 你找到另外一個representation to satisfy這個equation的話 那就代表這世界上 如果你認為Lorence invariance 是最fundamental probability的話 有另外一個東西 這東西並不是用向量去想的 這個東西 它也會帶有同樣的Lorence 它也可以同樣的實現Lorence invariance 所以這是為什麼有時候 很多時候這是非常 這是一個很fruitful的問題 就是你熟悉的一個東西 你有個物理圖像 你從這個物理圖像出發 那那是非常有所去把它mathematicalize 所以你mathematical 就可以把它抽象化 這時候就可以把 你原來的出發點的重量性 把它越來越減低 然後你可以找到其他的可能性 OK 所以我現在問的問題是 obviously TIJ 這個如果說我要找這個東西的solution的話 Solution1是我們已經知道的 你的TIJ 比如說TIJ基本上就是等於一堆的 比如說00100 一堆這種anasymmetric的矩陣吧 所以這是我們一開始的 羅倫茨轉換的generate 它會obviously satisfy這個equation 所以我現在問的是 有沒有第二個solution 也可以satisfied這個equation OK 那 因為這個是rug的數學證 所以我先跟你們講答案 OK 這個答案就是 你可以想說它是直接碰出來的 我會希望你們回去試 去證明這個答案是正確的 是 然後我會在網路上會開放投票 如果說你們希望說我針對這個solution 再多花時間講一個的話 我會再多花時間講 在課堂以外我再講一次 你們有空的人可以來 那我會錄影放在網路上 有點像是 輔助材料 但是是錄影的輔助材料 OK 所以第二個solution是什麼 第二個solution是假設 就是你有個 γi 我先假設有一個solution γi 然後你能夠秀出說 γi 跟γj 滿足這個equation 的話 這個符號代表 anticommunate 它代表γi乘γj 加γj乘γi 今天我列這兩個不一樣 所以你可以想像γi 跟γj 是矩正 OK good 所以如果你能找到一個這個solution 你就可以秀出說 tij 你如果把它定義成 2分之γi 乘γj 減掉γj 乘γi 這個equation satisfied 對 對 所以這是個vector index 在這邊是四個component嗎 這邊還是四個component 如果你能找到這個解析的話 你能找到這個equation的solution的話 你把tij定義成這樣子 它會滿足這個equation 所以我要你做的功課 但是你回去試試看這件事情是不是true 反正這張課有另外一個性質 是歷史 我這盤課會很少的歷史 因為我記得任何歷史 我突然沒有那個 所以我沒辦法跟你講說 當初是誰發現什麼 他坐船的時候 碰到某個人什麼 然後講了什麼話 然後就發現什麼 這種故事你在我的課會聽不到 因為 I mean in some sense 你可以說物理事實上 如果說不是這個人發現 總是有某一個人會想到 所以到底是誰 並不是太重要的事情 But anyway 今天我們就有tij 我們就有一個proposal 說今天 如果說你有send up這個equation的話 tij定義這樣子 你就可以找到 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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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東西的solution 那這個equation的solution 實際上就是 spinner representation 那這個就是vector re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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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是幾點開始 我們今天是幾點開始 3點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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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我至少還要半個小時 那這兩個representation 實際上是不一樣的 OK 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說這個是spinner representation 所以你們一定會問說 為什麼我這個東西叫 我為什麼 我這個東西叫spinner 所以我現在馬上就在這邊 可以 derive from 但是 這是個很重要的點 你們所習慣的 你們有學過說spin等於二分之一 什麼這種東西 這些statement 對不對 good 所以spin等於二分之一 在我們人類的歷史上 是怎麼發現的 誰可以跟我講 人類的歷史上怎麼發現 我不知道 所以你們跟我講一下 做實驗 怎麼做實驗發現 這個 他一直對於磁場 打電子吧 然後磁場那裡面 OK 所以你在看能階的時候 你發現說 你灌一個磁場的時候 那個能階本來看起來 還是一個try and split 成兩個 對不對 所以那時候 噢 所以我們需要有個新的quantum number 去quantum number 去label這兩個原來的能界 然後這樣spin出來 那時候叫s 二分之一嘛 對不對 就是一個小的spin 然後一直在這 good 但是 但是你今天把它相反的 我們在這邊會 你就發現什麼 如果你要求你的theory 如果這裡有一個 symmetry 上次 那個Lorenz symmetry的話 Lorenz symmetry 它本來就容許 這個新的representation OK 所以representation 是一個spin representation 我們會馬上講說 為什麼它是一個 為什麼我們叫做spin 跟這個vector 實際上是不一樣的 我們馬上就會講 but at any rate 所以換言之 Lorenz symmetry 本來一開始 它就能夠容許這個representation的存在 那所以 真正的mystery的地方 不是說為什麼我們沒有spin 真正mystery的地方 是為什麼數學上容許的答案 somehow在自然界都會出現 這才是真正mystery的地方 因為今天如果說 我們要有Lorenz symmetry 它可以容許好多個 多個不同的representation 但 somehow 每一個representation 就剛剛好 說在自然界出現 這也是為什麼 就是你們最近有聽到說 這個Mirvana fermion 這件事情 這個事情 它mysteryous的地方在於 and sometimes 它mysteryous的地方 就在於說 它是一個在數學equation上 能夠容許的solution 那我們到目前為止 所有數學equation上 容許的solution 都在自然界找到 除了幾個少數之外 第一個就是Mirvana fermion 第二個就是span 三分二分之三的一個particle which actually 也是equation上面 是能夠容許的 但是我們現在還沒找到 那span 二分之三的這個particle 到現在沒有找到 你會比較少聽到 原因是為什麼 因為它跟一個很髒的名字 黏在一起 就是supersymmetry 你如果有span 二分之三 你就一定有supersymmetry 所以這個particle 比較少人去探討它 Anyway 所以在這邊非常fascinating的地方 就是在於說 我人的symmetry 它告訴你有這個representation 那somehow 雖然界就真的有 那我們現在來看 為什麼這個representation 就是span 二分之三的representation oh sorry 就是你們習慣的span 二分之三的representation ok 所以我今天寫在這 我今天就先從二維開始 假設我d等於2 我先solve這個equation d等於2 ok 所以d等於2的話 代表什麼 代表我現在就有γ0 跟γ1 對不對 然後假設說 我現在不要用laurencian的signature 假設我在euclidean euclidean 就是全部都是1 我的metrature 我這樣子 我就不用管一堆item 所以我要解的什麼 我要解的這組equation是什麼 我就解的這個equation 來 第一個γ0 γ0 要等於2 然後γ1 γ1 也要等於2 但是γ1 γ0 必須等於5 對不對 因為我的矩陣 所以基本上你要先解這個equation the obviously 要解這個equation的話 就告訴你γ不可能是0 這個數字啊 對不對 因為如果是數字的話 這東西不可能會是0 所以你一開始就知道γ必須要有一個矩陣 對不對 那所以最limit的矩陣是什麼東西 所以2乘2的矩陣 那我們就可以來 所以說 假設說我今天是 所以γ1 假設是0 1 1 或是 OK 假設γ1是0 1 10 那我γ2可以是多少 假設我是symmetrized 這是1 1 不1 0 這符不符合 符不符合這個equation sorry γ1跟γ0 so obviously符合這個equation 對不對 so obviously符合這個equation 所以我們只要看說 到底是不是符合這個equation 好 下一集要上線性代數 好 就做這個很愚蠢的計算 所以這個等於0-1 10 01-10 所以是不是等於0 對不對 good 所以我猜對了 所以這兩個 就是representation 就可以形成 γ1 γ0 的representation ok good 所以很好 你們現在就學會了二維的轉動是什麼 二維轉動我就可以用γ1 γ2 放進來 然後把 我現在找到γ0 γ1 就可以用這個去定義你的t 這就可以得到你二維的轉動去 good 很好 好 再來我要D0-3 你們大家都熟悉的 你們最快就是三維的轉動 對不對 好 這時候你們就可以看到 為什麼這是一個spinner 如果說今天這是三維的話 我就有γ0 γ1 γ2 然後我要satisfy 這一組矩陣 這一組的關係之外 我還要再加上 γ2 γ2 2 等於2 跟γ2 γ1 等於γ2 2 γ0 要等於0 對不對 我現在有新的一組 這個對不對 那obviously 你們一定可以想到 我今天γ1 γ0 這已經satisfy 所以我其實都到三維的時候 我只需要想個新的γ2 就好 對不對 大家同意嗎 對 我只要找個新的γ2 所以我γ2要滿足這個equation 那it turns out 我今天可以直接寫γ2 不等於γ1乘乘γ2 所以等於0 1 1 0 再乘0 1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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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把它寫開來γ1γ0γ1再加上γ1γ1γ0γ0γ1它這兩邊可以對調 這對調會差一個負號 所以會等於負號的γ1γ1γ0再加γ1γ1γ1 所以這個因子會相交所以會等於負號 所以我就找到我的γ2satisfied這個algebra 在這裡 好 我今天找到這個γ2了之後 所以我代表說我現在找到這個d等於3的轉動的時候 我找到γ0γ1γ2 所以為什麼我這就告訴你這是spin1 half 你注意喔 如果我先拿γ0γ1γ2 它是不是都2乘2的矩陣 我現在把它放到這個地方 這是define我的t 告訴我這個t會是幾乘幾的矩陣 是幾乘幾 是不是還是2乘2 所以代表在這個地方的t是個2乘2的矩陣 可是你在3維如果說是個vector representation的話 你的矩陣是幾乘幾 3乘3了對不對 所以你就發現了 這個representation 事實上跟這個representation 是完全不一樣的representation 你習慣了3維的轉動 從國中 我不知道國中有沒有3維轉動 高中應該有 從國中高中移到現在你習慣了3維轉動 然後你一直在想著什麼 你一直想著這個 有一個東西指在這個地方 然後你在那邊轉動 然後它會不變 它有一個定義的長度 你這樣去轉動 這個圖像一直以來都只是一個vector的圖像 它一直是屬於這個tij的definition 因為tij它naturally define 是三乘三的矩陣 它在mix三個不同coronate system 但是你現在發現其實三維的rotation 的這個symmetry 尚有另外一個representation which is only 2乘2的 在這個世界裡面 就只有兩個component 它的彼此之間的旋轉 就可以形成一個三維的rotation 了解 這是一個只有兩個component 為什麼 你說為什麼 obviously 我們已經找到一個representation for gamma 0, gamma 1, gamma 2 which is 2乘2 對不對 然後我剛剛claim說 你如果說 solve了這個 equation 之後 你去用這個 equation 的 gamma 去define your tij tij會是要成一模一樣的 defining equation 所以你就代表說 你找到一個新的representation 這個representation只有兩個component 它就可以去描述一個三五的轉動 ok 那所以這兩個component 是不是exactly 就是你們當初所習慣的說spin 2分之1 它只有上下的兩個component ok 所以說這個東西 告訴你的說 這個告訴你是另外一種representation for你的 symmetry 那這種representation 就是我們被碰到叫做spin 2分之1 因為它在三維的時候 就precise 給我們當初實驗 我說我們人類社會裡面 我們人類的歷史裡面 我們發現spin 是從實驗發現的 但是這個representation precise 就是那個實驗 當初所發現的那個 degree of freedom 那為什麼我說人類社會呢 因為很簡單的 假設今天有外星人的話 ok 那obvious 他們是不是很可能 他們的development裡面 是不會是實驗先發現 我們在裡面 像hex的話 是理論先有壞實驗才發現 才真正confirm它的存在 那spin的話是 實驗先找到理論才develop出來 所以這是沒有絕對的 對不對 ok 所以任何的東西 at the end day 所以我們都會發現 在某種程度上 你都會有理論的必要性 所以理論它一定告訴你 Lorean symmetry 有這個spin的representation 那 所以說這邊 d等於3的時候 就是precise 就是SO3轉動的spin的representation 所以我會建議你們 把d等於4的example workout workout d等於4的 一定要你有γ0 γ1 γ2 現在有γ3 ok 就是d d等於4 那你會發現的是什麼 你會發現d等於4的時候 你的γ必須要變成4乘4 那這個γ就是所謂的 erate gamma matrix 我們會再回來討論 ok 這樣子可以討論 good 好 所以你現在知道Lorean symmetry 所以你現在既然知道Lorean symmetry 容許說你有這種representation 所以我們現在就focus在四圍好了 四圍的Lorean symmetry good 所以四圍的Lorean symmetry 所以我現在跑到4D的Lorean symmetry 所以我現在跑到4D的Lorean symmetry 那它會有所謂的 它一樣它會有所謂spin的representation 對不對 它會有所謂的vector representation 我們現在已經establish這個factor 那事實上這兩種representation 那你會說欸不對啊 我有spin的vector 那我不是還有更多的tensor嗎 對不對 應該還有tensor 應該有越來越多的東西吧 事實上我們應該反過來問 tensor到底是什麼東西 你們有聽過tensor吧 的張亮 對不對 你們純亮像亮張亮 張亮到底是什麼東西 你怎麼去想張亮的 越蠢的答案越正確 所以誰可以告訴我最誠的嗎 跟坐標五關 蛤 跟坐標五關 跟坐標五關 向亮跟坐標有沒有關 就是高維的向亮 高維的向亮 OK 所以高維的向亮 所以並不是 高維in which sense OK 那我這樣子問你好了 一個張亮跟一個 比如說四維的張亮 跟一個八維的向亮有什麼差別 那八維的自由度不是更多 所以obviously 不知是自由度嗎 一堆數字 蛤 一堆數字 一堆數字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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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der 假如說今天只是Rotation的話 存量是不是就變成存量 向量就變成Mij 一個Rotation Matrix acting的向量 對不對 改的位置我在用 我不知道我需不需要特別講 Insign Salvation 我不知道就是Repeated Index Sumover 那所以存 張量是什麼 張量是不是就是兩個M 就是張量的Transformation 方式 所以張量跟存量或是什麼 這每一個不同你在Define 它上有一個Fundamental的Definition 就是Whatever under你的Symmetry Transformation 這東西怎麼Transform 存量是完全不Transform 向量是一個東西Acting on它Transform 那張量就是有兩個東西 或三個東西 或四個東西 五個東西Acting on它Transform 就是用Transform的方式來Define OK 所以 它增加一個Index 這個Statement 就是最簡單的答案也是正確的答案 因為它每增加N代 代表它的Transform都有新的Opt 一個O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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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你某種時候你就會覺得說 那所以說代表這張量根本不是什麼特別 反正就指這個都Generization 大家同意嗎 Good 那所以我現在告訴你說 你有兩個Representation 你有一個Spend representation 跟Vector representation 那既然張 這些東西你都可以把它看作是Vector 那某種程度的這兩個Representation 一定有一定的相關 對不對 所以這相關是什麼 這相關Exactly 就跟純量跟張量之間的關係是一樣 你可以想 假設說我今天 現在我訂一個新的東西 就是PhiTransform Scalar是Phi 然後再來我有一個 Spend one half的東西 假設說我今天是Phi 我叫Alpha 它Transforms as GAlphaB half 5B half 所以我這樣傳送 所以這GAlphaB half 現在是這個的Transformation T所產生出來的 OK 那大家搞說我一個 所以說這是Spend二分之一的 假設你看這是Spend二分之一的 那你是不是就會猜 怎麼樣子 是不是你就會猜你的向量 會是兩個Spend二分之一的 Representation 就像張量是兩個 這Rank2的張量是一個Rank1 你會猜說一個向量算是兩個 兩個Spend二分之一的Representation 的確沒錯 你的向量其實就只是一個這樣子 Alpha Gamma G Beta Delta Phi Gamma Delta 這就是你的向量Representation 這個是你們可能 一直以來都沒看過的 向量的寫法 但是我現在Claim是 向量是可以把它寫成這個樣子 所以向量並不是最Fundamental 它其實只是兩個Spend二分之一的 Representation組出來的 OK 所以為了驗證我這個Statement 我現在馬上給你們做一個Example 所以你們都很習慣的去 所以你們都很習慣的去想說 我今天我的Momentum P 這是For Momentum 我都會把它想成四個Component P0 P1 P2 P3 那這個當然就是被Act 那個正常的四乘四的矩證去Rotate它 但是我Claim這個 同樣的這個四個Component 我可以把它寫成一個兩個Component的東西 我怎麼把它寫成兩個Component 就這樣子寫 我就寫個2乘2的矩證 所以P我可以 either寫成一個Vector 或是我把它寫成一個2x2的Matrix 這個東西是run from 1到2 OK 那我把它寫成這樣子幹嘛呢 喔 很簡單 我在這邊我今天 我Rorence & Variance 維持它Maintain它不變的東西是什麼 是不是Maintain它P的橘類值是不變的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假設有這個東西的話 你去算它的Determinant Determinant Pαα大會等於Comp 就等於P0平方減掉P3平方減掉P1 就是這樣 換言之這個矩證的Determinant Exactly就是P平方 你們說我怎麼知道可以這樣子寫 我知道的原因 是因為我知道這個Representation 所以我知道我的Spin1的Representation 是可以用兩個Spin2 二分之一寫的 那這個Representation 這個非常重要的Representation 因為Obviously 我們知道我們自然界有Spinner 所以這堂課裡面很大的部分 我們都會用這個Rorence & Variance 去寫Lorence Group 那Obviously 這時候Lorence Group就變成什麼 就變成你要Maintain你的Determinant 不變的東西 對不對 Obviously 你就只要Maintain一個任何的 你把它做的那個Orthogonal Transformation 這個Determinant都不會變 對不對 因為你知道它的Determinant 因為你知道Determinant的醫學矩證 只要Determinant1的話 它都會變 Good 所以如果你要Maintain這個東西不變的話 那就代表說我必須要Such that P' 假設說P' 我可以把它寫成G 乘上P再乘上G 的話 我今天必須要Such that 我Determinant P' 等於Determinant P的話 那告訴我什麼 告訴我說Determinant G 必須要等於D OK 如果我要Maintain這個東西不變的話 你是不是只要Maintain我Determinant G的E 所以Determinant 一個矩證的Determinant等E 就是是不是就是 你們有學過SO3嗎 SO3這個名字有聽過嗎 有聽過 SO3的S是什麼意思 Special 對 那Special是什麼 其實就是Maintain 所以你是不是告訴G 是要Determinant E的東西 所以它是什麼 它是個Special 但是是那個是2乘2的矩證 那其實基本上 但是它不是O 因為它不需要O 因為你今天是SO3的原因 是你還要Maintain你的那個 你的那個 我剛剛講的Omega要等於E嘛 對不對 但現在 你的Omega是 identity 但現在沒有那個條件 所以這個基本上來講 就是SO3的 就是Special Linear 2C 二層的矩證 然後C是Complex 現在這個 現在這個矩證 是一個Complex的矩證 所以另外一種 Representation 所以你 either 你可以說我Lorence Group 是SO3 或是說 你可以說你的Lorence Group 就是SO2C 是一樣 Dominion 好 O linear 只是因為你是線性轉換 這是二層的線性矩證 好 SO3 如果你寫成Spinner的 Repentation的話 就代表說P0跟P3的地位 跟P1跟P5的地位是不一樣的 你說如果我這樣去Embed它是不是 對 如果是Vector的話 不是 1 2 3 就是1 很好 現在那個什麼東西 你給我5分鐘我就可以回答 我回答你這個答案 為什麼會 為什麼會 你說為什麼會 這好像特別學P0跟P3嗎 對 這是很好的問題 但是 但我暫時先讓我繼續 所以我告訴你們說你們今天 就馬上 你們今天就應該要知道 我們今天就知道說Lorence 場面要算什麼東西的答案 所以我現在 你們如果說再給我 我還剩15分鐘 你們再給我25分鐘 再加10分鐘 你可以把它完整的講 OK 所以 我們現在就要看答案 為什麼講到這邊 我就可以很快得到答案 OK 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們現在考慮說 我們現在就考慮說 假設說我有 我要考慮的是 你現在有三個 Degree of Freedom No Interaction 假設說我這三個 Degree of Freedom 都是沒有質量 所以我叫 1 2 3 所以我的P1平方 是等於P2平方 是等於P3平方 都等於P3平方 OK 我現在 這支Lorence invariance的 statement 對不對 Good 我現在要這三個 這三個momentum 1 2 3的momentum都是0 OK Somehow 他們interaction 那他們是沒有質量 那你們會說 欸不對啊 可是我們大部分的東西 都是有質量的 Yeah sure 大部分的東西都是有質量的 可是你知道 你永遠都可以把能量 提到夠高 你effective 它對你來說是沒有質量的 對不對 就像你知道 你的電子有質量 可是我們通常都不會 大部分時間都不討論 電子的質量 為什麼 因為你的能量 我們通常處在能量 都是遠高於電子質量 所set的scale 對不對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在常論裡面 慢慢你們會慢慢熟悉這個notion 就是你在任何的時候 你都會有個scale的notion在你 到底是在什麼scale 在什麼樣的能量的量級 OK 這個我們會一直 一而再再而三個 在不同的情況下 會同論這樣 but anyway 所以先的crucial point 就是任何的東西 只要是一個fundamental particle 它都會有一個limit 在 which它是massless 因為你永遠都可以把考驗 你能量夠高 到時候死了它的質量 effectively是很小的 那唯一的情況 什麼情況 你不允許你這樣子 就是你的particle 並不是仿能量的 假如說你的particle 比如說像 比如說像你 你可以問說 我能不能把質子當作是沒有質量的 不行 你為什麼不能把質子當作沒有質量 因為你 假如你能量遠高於質子的質量的時候 你質子就解開了 就崩解了 它就變成它裡面的夸克素出來 它就不再是balance statement 所以質子不是一個fundamental particle 因為能量夠高它就不存在 這個notion 我們也會慢慢的去establish 但是只要是fundamental particle的東西 你永遠都可以到 考慮到一個limit的 它質量是 好 所以我們去假設 我們就考慮三個particle 的interaction 好 那今天是量子成論 所以我們 這那個三個particle 的interaction 我們可以算它的什麼 我們是可以算說 這三個particle 它的interaction 它的發生的機率 對不對 好 我現在就要算個probability 那這probability 是描述這三個particle 它發生interaction的機率 那這個probability 如果說 你們會猜 總是一個function 它不會是probability 就是1 不是1 2 它總是dependent它的momentum 對不對 所以你會知道 那你這probability一定是一個function 和momentum P1 P2 跟P3 這件事情發生的機率 是一個function P1 P2 P3 大家都同意吧 我現在沒有講什麼 精釋害數的東西 對不對 good 好 那所以我現在 我知道我P1 P2 P3 它必須要satisfied P1 是平方P2 平方P3 平方等於0 P1 P2 平方P3 平方等於0 告訴你什麼 告訴你 這個矩陣 每一個P Oh by the way 這個1 2 3 跟這邊1 2 3 不太一樣 這1 2 3 我在label 這三個particle 這1 2 3 是我的困難 But anyway 我今天我這個 1P2 P2 P3 等於0 是不是 告訴我說 我Determinant等於0 所以每一個particle 它的momentum 都會satisfied 這個東西的Determinant等於0 對不對 所以這2乘2的矩陣的 字 是不是叫字 Determinant Ranko 啊 字是Ranko 那Determinant是什麼 行列式 不是這個Determinant 他這個數字 就叫行列式 行列式 行列式 所以它的Determinant是0 所以意味什麼 因為2乘2 Determinant是0 意味什麼 因爲它的Rank是不是1 對 大家學過信心證書 對不對 所以它的Rank是1 所以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 你的 AgenValue 會有一個AgenValue是0 另外一個AgenValue是0 所以換言之 這個矩陣可以用一個Vector 就可以 一個2 Component Vector 就可以組出來 對不對 因為Arbitrary 2乘2的矩陣 可以用它兩個AgenVector 可以組出來 如果說這個2乘2的矩陣 是只有一個Component 的話 那你的Rank只有1 只需要一個AgenVector 就可以組出來 所以意味著說 P1 Alpha Alpha Dot 會等於Lam 1 Alpha 跟Lam 1 Alpha Dot Wher 這Lam 1 Alpha Dot 就是Lam 1的Complex Conjugate 這邊我會寫成兩個的原因 雖然這兩個Index不一樣的原因 這個矩陣 這矩陣有一個Permersion property 所以你要區別它跟它的Complex Conjugate 基本上Lam 1會等於Lam 1的Alpha Dot AlphaDot會等於它的Complex Conjugate 所以它是不是使用一個Vector就組出來了 所以說這個也一樣 這邊是P2等於Alpha Alpha Dot 等於Lam 2 Lam 2 Alpha Dot P3Alpha Dot Lam Dot Lam D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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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還有20分鐘 時間錯錯了 這樣可以嗎 我現在在說的是什麼 我現在只在說的是說 我的P由於三甩這個condition 所以我能夠把它寫成這樣子的形式 OK 好 所以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這個Probability 我其實不應該用這個Vector來寫 我這個Probability應該是一個Function Lamda1 Lamda2 Lamda3 Lamda1 Bar Lamda2 Bar Lamda3 Bar OK 好 再下來 我知道說我的Probability 必須是Lawrence Invariant 我這不同Lawrence Frame 看起來也必須要是一樣 對不對 所以這個傢伙必須要用Lawrence Invariant 的東西來組成 來寫它 那所以我們回到這邊 我們會看到Lawrence Invariant 是什麼意思 Lawrence Invariant 是說你的那個什麼東西 這個東西會Preserve 說這個Determinant 會不變的東西 所以你是一個矩陣 Acting in它身上 對不對 所以這是不是Exactly 就像說你今天Lawrence Invariant 針對它說是有個4乘式的矩陣 Acting in它身上 那今天在你是Vector的時候 如果說我今天有個Vector 我要形成Lawrence Invariant 你是不是要做什麼事情 你就把這個Vector 大進另外一個Vector 就可以形成Lawrence Invariant 大家可以接受嗎 我今天把這個Vector 大進另外一個Vector 我就形成一個Lawrence Invariant 的EvM product 我或是甚至我可以倒過來 就有點像機身彈彈生機 我原來Lawrence Invariant 就是這樣定義的 所以就兩個東西搭在一起 然後說Maintain它EvM的東西 對不對 可是你可以想像說 我今天如果要形成Lawrence Invariant 我也一樣 就是把這個Lambda 這個Alpha 跟某個東西的 另外一個Alpha 把它大在一起就行了 所以如果我要看Lawrence Invariant的話 我會要求說 他必須要用這些東西來搭在一起 所以我今天就定義Lambda1 Alpha Lambda2 Beta 假設它跟某一個Metrix 我叫Epson AlphaBeta 把它搭在一起 這是你的Metrix 它Inner Product的Metrix 那這個東西 我Define它叫做E2 所以同樣的Lambda2 Alpha Lambda3Beta Nexan AlphaBeta 我這只是一個符號 只代表他們幾個大在一起 這樣我就不用整天在那邊寫一邊爛了 爛了 爛了 OK 好 所以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我繼續寫 所以代表Lawrence Invariant告訴你說 你這個Probability 必定是一個Function 好 1 2 2 2 3 3 OK 那你會說那是不是可以一個Function Lambda bar 我現在暫時我們就不管Lambda bar的部分 我們先假設說它是一個Dependent 我們到時候會Justify這個Sumption 假設說它就只是一個Function 這三個Particle 好 道歉我們離最後答案就只剩一步 我在回答到內部之前 我要先回答你的問題 你剛才有問我一個很好的問題說 這個東西怎麼看起來好像我選擇一個Special P0-P3 這個Reformation 那這個答案在哪邊 Basically也在Physics裡面 我現在說這三個Particle 這三個Particle它在做Interaction 好像算它的Probability 但是你會問說 可是老實說 我從來都沒有跟你講 這三個Particle是什麼Particle 我沒有跟你講是Scalar 對不對 它是這個存量還是一個像量 它怎麼樣Transform underLambda bar 我們從來都沒有講過這三個Particle是什麼 這代表這個information一定不完整 我一定要告訴你我三個Particle 到底是什麼Particle 你才能回答說它發生Interaction的機率是多少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想要我現在要怎麼樣去Classify 我的Particle 我就想你就是一個真正物理狀況 今天有個Particle在以光速前進 你要怎麼去Classify它 今天如果是光 當然你不能說什麼 把它圖顏色或者什麼問題 這不是個Physical Classification 假設你今天有一個光速前進 你可以Imagine是什麼 Imagine你跟著它一起跑 假設你今天有個Particle在以光速前進 因為假設你也能夠以光速前進 跟著它跑 OK 假設是這個樣子 那這時候你可以做什麼事情 你可以跟它前進 你跟它平行的這樣子跑 然後你可以做什麼事情 你可以看著它然後你rotate自己 沿著它的這個動量之後去做rotation 那你可以幹什麼 你可以看 你可以觀察它 你在做rotation的時候 它相對於你有沒有改變 如果說這個Particle是一個純量的話 你會認為 你是會認知它相對於你 應該是不會變的 對不對 如果是純量的話 你去這個對不對 你跟它跑 然後你這樣子做轉動的時候 你看著它 反正是說你這樣子在做一個轉動的時候 它應該會相對於你沒有任何的改變 你看不出任何的差別 但是你會認為說 如果這個Particle是一個向量的話 Some sense是一個向量的話 你這樣子轉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它跟著你有一定的改變 對不對 有一定的改變 對不對 那所以換言之 你如果從這個Picture再把它推回來 你就會發現 那一個Particle它的classification 是不是應該就根據說 我跟著它跑的時候 我在這邊轉動的時候 它怎麼樣子變 對不對 所以 一個 這就是很重要的一個東西 在Physics裡面 In Physics 這就是 N 這就是 classification 的 Particle 是 D療的 一萬年 但你再來可以給它有越來越多的形式 第一階的 by representation under 所謂的little group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上欄課會再繼續強調這一股 little group 是什麼 little group 是轉動的轉動 是讓你的momentum不變的轉動 我剛剛說這個rotation並不是這樣子的 改變你的動量 我現在說你跟著它跑 你這樣做的轉動 這時候你的momentum是不變的 所以你的little group 事實上就是 一個subgroup 你的Lorence transformation such as omega etmp 或mhp還是mp 所以假設說 你今天是一個mastus的momentum的話 那你今天 它的momentum假設是1001的話 這是一個mastus的momentum 對不對 那你的transformation 是不是就是這個rotation 這個plane 對不對 所以mastus 是mastus的little grou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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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在講的幾乎 全部都是in some sense of physics 那同樣的 誰可以告訴我mastus的little group 是什麼 我說mastus的little group 因為我在mastus的momentum 基本上是這個東西的rotation 可以免得到momentum不變 所以mastus的little group 誰可以告訴我 所以mastus的little group S03 知道嗎 S03 S03嘛 對不對 因為為什麼mastus的momentum 你可以到它的rest sprint 所以它是S03 或者說 S02 S03 是等於S02 對不對 這個 這個 OK 所以你dependent 你的particle 是mastless 它是mastum 它是form representation S02 或者SO3 那SO2 實際上是等於什麼 SO2是不是就等於U1 你沒有看過U1嗎 大家有看過U1嗎 聽過U1的舉手 OK 所以有一些沒有聽過U1 but at any rate 這只是 這個東西的答案就是related 這個問題 所以 U1是什麼 U1就是 那個什麼東西 SO2 你們會習慣的矩正就是 你看我們剛剛講的 cosin theta sin theta 那 U1 只是說 你這個 transformation 是個 phase 我們會習慣 U1的rotation 這基本上是 I theta OK 那這個 information 跟這個基本上是一樣 因為你知道它是cosin theta 跟I theta 所以 that's all the difference 只是我把 用complex 來 represent它 OK Good 好 所以這個 它代表說 你任何一個massive particle 我可以根據它怎麼樣 transform under 這個U1 transformation 來決定它是什麼 那 這個U1 transformation 是從哪裡來的 是從 precise是從這邊來的 你可以看這邊馬上就 秀出它的U1 transformation 對不對 你看 這個definition 今天是x exponential 如果把lambda1 變成 x exponential i theta lambda1 那 lambda bar 是不是當然就會 肯定它的complexconject 是-i theta lambda bar 對不對 那這兩個 是不是在這裡面會相交 對不對 所以obviously transform under一個phase 這兩個東西會相交 但 by definition 這個transformation 不應該欠引的momentum 對不對 Good OK 那這個 所以說代表 這也告訴你一件什麼事情 假如我今天給一個fix momentum 的話 我今天lambda並沒有完全fix 因為我lambda還是可以做個 orbitrary transformation 還是可以對應同一個momentum 對不對 所以這是為什麼 so in some sense 我永遠都可以用這個degree of freedom 去fix 所有的那個東西是 p是用怎麼樣去parameterize OK but anyway Good 好 所以代表說我現在最後需要告訴你的 是說這三個particles 怎麼樣transform under U1 OK 那 你們已經可以知道說 所以under這個U1的話 所以under這個U1的little group 我的particle 你的particle一定是 你的charges 你這個little group的charges 一定是0 正負1 正負1 正負2 正負2 正負3 換言之說 你一個particle state 它一定under這個U1的transform 所以我們就一定等於 exponential I A theta 而A必須要等於這些 它只能取half integer的字 那我們下課會證明這件事情 OK Anyway 所以告訴你說什麼 告訴你說這U1的little group 它怎麼樣transform 這個U1的little group 就定義了它這個particle是什麼particle OK 所以你們可以想像scaler就是0 massless fermion就是1 2分之1 然後massive vector就是這個 OK 好 那所以我今天就好 那假設我這邊就給它assign它的U1char 正1負1 負1 好 那我剛才跟你講過說 我這邊給你2分之1 我剛才講過說 然後這邊給它負好 這只是convention 所以我剛才講過說 LambdaI transform as XXXI2分之1 LambdaI U2 LambdaI LambdaI bar transform as XXXI2分之1 LambdaI BAR 這代表什麼意思 這代表Lambda的Charge 是負2分之1 Lambda的Charge 是正2分之1 對不對 good 所以假設說我這邊是正1負1 負1的話 那代表什麼東西 代表這個東西 under這個Lambda Lambda 它一定要是 它這邊的Charge是正1 它這邊的Charge是負1 它這邊的Charge是負1 OK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來寫 假設說我把這個東西 寫出來 所以這個東西 我知道的答案 probability 這東西會什麼 你相信它就會是 pognoma 1 2的 假設alpha 2 3的b 3 1的gamma 那我必須要substack 它必須要滿足這個Charge 對不對 所以比如說像2的話 我2是不是要 在2的這個角度要Charge2 對不對 那我們可以看 Lambda是負2分之1 Lambda bar是正2分之1 OK 有2的是什麼 這兩個有2嗎 對不對 那這兩個2 under這個transformation 是負2分之1 所以告訴你說 負2分之α 減2分之β 所以必須要等於正1 因為它在2的部分 有1是正1 你們現在可以看出來 把它發生做什麼事 對不對 同樣的 我現在3的這個particle 我已經告訴你 3的particle 是個-1的Charge particle 所以 你的3的particle 是負2分之β 減掉2分之γ 必須要等1 負1 然後1的particle 是負1 所以負1的是這兩個 會產生負1的Charge 所以這告訴你說 負2分之α 減2分之γ 這等於負1 所以你有3個unknown 跟3個equation 是代表這東西 實際上是completely fixed 對嗎 這東西是完全完全被fixed的 這東西是完全完全被fixed的 這東西的答案是什麼 這東西答案就是 要補一個constant 1 2 2 3 OK 所以1 3必須是γ 必須要是3 然後β是-1 所以這邊是-3加2分之... -2分之3加2分之1是-1 對不對 你可以check到這個真正的信息 good 所以這就是答案了 這個就是告訴你說 3個spin1particle 它的interaction 它的答案 probability是多少 就完全是這樣子fixed 下來 OK你們現在還沒有學到任何的廠 對不對 我這邊沒有講說什麼 給你一個廠5x是什麼東西 你們還沒有學到怎麼去算這個東西 對不對 但是你們已經知道3個spin1答案該是什麼 當然我這中間 因為時間限制所以我講得特別快 很多的細節我都沒有 但是essentially argument 就是我今天用到所有的argument 基本上都已經在黑板上了 你們已經知道它3個particle 它的interaction的答案是什麼 基本上就是這個 這是真正答案 OK 換人之是什麼 換人之 你可以玩這個game嗎 你可以自己再去玩了 你可以玩這邊是正2-2-2-2 這個東西給你的是什麼 誰可以告訴我什麼東西 是spin2的particle raviton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去 負2-2-2-2的話 你今天就算了重力 3個重力值的interaction 你今天算了廣義相對論 所以你derived interaction 就是廣義相對的 裡面的interaction 所以我們稍微 在這邊stop一下 我們今天經過了一些 細節 甚至很多細節還是沒有在這裡 我們stop一下 我們可以想到到底發生什麼事 我們今天start到是什麼 我們是從來都只在講羅恩 symmetry 我一開始問羅恩 symmetry 你可以怎樣去represent它 怎麼樣 不然就發現羅恩 symmetry 它容許你有spin1-1-2 representation 我們realize spin1-1-2 representation 它是真正的 fundamental representation 所以我們試著用spin1-1-2 represent 所有的 我們所寫的東西 包括我們的momentum 再來我們就是說 我們現在要算一個東西 對不對 這個東西它就是 momentum的函數 大概dependent on 三個momentum 但是我們instead up 通常我們想的用momentum的方式去想 我們今天用它的spin1-2 representation去想 我們發現用spin1-2 representation去想它的時候 你瞬間有很多的advantage 第一件事情是obviously 是你一開始就已經solve了p平方等於你的這個constraint 你一開始就在massless的這個constraint 第二個你在做這樣的時候 你naturally這個particle 它該是有的physical property 比如說它有這個u1的這個holicity 一個google transformation 用這種representant 就非常的obvious 對 因為這種representant 它用的variable就是charge under這個u1-2 把這兩個condition加在一起 你realize你的答案是完全fixed的 所以你們今天看到這個東西的答案 你們現在還沒有realize 就是yang mills 這個precise就是yang mills三點 三個group 或是如果說你知道qcd的話 這是precise就是qcd三點u1的答案 長得就是這個 長得就是這樣子 好 那 你會說這個東西好像感覺不是場的 這裡面完全沒有場的 對不對 這完全沒有什麼phi of x psi of x 你們今天可能來上這張課 你們預計我今天會寫下一個psi of x 可能看過一些書 都會說我要寫psi of x 然後寫成harvone gosca later 呈生exponential ipx 什麼樣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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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開始跟你們玩constraint 然後你們睡著 然後 but the point是什麼 the point是說 nasal representation by the way 我特別刻意避開那種那樣子 那樣子 那是指某一種formulation which你們用free的theory 開始去quantize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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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種formulation 那你們可能用那種formulation 你們可能會發動時間在formulation上面 然後到學期末的時候 才算出第一個non-trivial的東西 所以我現在的point是說 我要告訴你們說 市長他最後要給你答案 是一開始就已經給定了 你本來就沒有 所以說現在 somehow我們已經知道 最後答案是這樣子 那現在再下來的我們的工作 就是要回去要想出說 我們有什麼辦法 可以從first principle出發 到到到到到 最後能夠算出 得到這個答案 那在這過程中裡面 我們當然我們每一步都需要去establish 或怎麼樣去maintain law and surveillance 什麼 這每一步都會花很多的力氣在那邊 所以說在不同的formulation裡面的時候 你會有不同的做法 但是again 這些永遠都只是formulation 那最後的答案就是 就是一個unique的答案 然後基本上是你們能夠猜到 所以 所以今天你們還沒有足夠的detail 可以回去做一些字節 我們明天會fill in這個detail 然後 對 所以我們明天的課上 會fill in這個detail 如果你們有什麼問題的話 你們可以在下課的時候再問一下 again 你們回去試一下那個clipper algebra 如果你們有需要的話 我可以有個 supplementary的東西 跟你們講解 今天的take home message 就是說 quantum field theory 是一個highly constraint 它之所以會那麼難學的原因 是因為它有好多不同的formulas 等等 它非常多不同的formulas 那不同的formulas 有好有壞 depending你的問題 所以每一本quantum field theory 的textbook 有時候都會差很多 因為比如說 習慣做content matter 喜歡做cosmology的人 喜歡做energy physics particle的人 他們的用的formula都不一樣 他們formula都geared towards 他們要回答的問題 OK 那 這是為什麼quantum field theory 難學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有很多不同的formulas 但是對一個 任何的一個physical答案 無論你用什麼formula 有些好算 有些難算 這個答案必須要是一樣的 你必須要是非常有利的 它是highly constraint OK 那這個highly constraint 所以完全就只是來自於 Lauren's experience 跟inventary 那我們會繼續explore這個 那 裡面也開始有點flavor 就是說這種東西 就是我要你們會猜的東西 OK 在這裡面 我都只是argue來argue去 對不對 我都只是說 這個為什麼這什麼 這只argue來這個argue 你們其中其末 很多問題都會是屬於這種類型的 OK 不是去算 而是去argue 說答案是多少 OK 因為這才是真正physics 如果你physics夠好的話 你應該就能夠直接argue說答案是說 OK OK 你有什麼問題 所以 這個結果是 不用考慮到feel 還有feel 今天如果 平全面沒有QFT 沒有feel 這個問題 我不知道答案還是可以 這個答案 還是一定要 這個答案 沒有任何的feel 不是說不能講假 就是說feel它只是一個 你拿來能夠算東西的一個工具 那 當然在下一堂課裡面 你們會說 你們在量子力學裡面就已經學過 這邊有學過量子力學課的舉手 OK 你們有沒有學過說 在量子力學裡面 然後 然後 你 你的那個什麼 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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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帶 charge 然後 couple到一個 一個 Afeel 那你會有沒有 canalicum momentum 有 有學過嗎 OK 所以我下堂課會從那個角度出發 那 在那個 就是你會 naturally 會有這個 A的feel在 就是你們傳統習慣說 你們去想 光子的時候 光子是 一個feel 對不對 一個光子場 那我們下堂課的時候 我們會從量子力學出發 我們會從 pattern的角度出發 我們有這個feel 那你會 realize說 在那個 description裡面的時候 你的光子的feel 實際上是classical 所以在量子力學的問題 並不是在於說 你能不能把quantum mechanics 跟Morance and variance 結合 那問題是在於說 在quantum mechanics的時候 你所處理的問題 你就只有一個 degree 你只有一個object 是quantized的 就是你的worldline 你那個particle 是quantized的 那couple到的 所有東西都是background 都是classical 這是為什麼我們叫 first quantization 因為你quantize 那一個傢伙而已 你其他東西 都還是classical 所以這種東西 可以處理什麼東西 一個電子在classical background 底下的一些process的計算 但是任何時候 你這個background 本身也必須是quantum 比如說像你這個光子 開始產生quantum correction 去correct你電子的時候 這時候量子力學 就沒辦法再處理了 因為量子力學 永遠都是quantum 這個東西 所以這是為什麼會有 常論的出現 那既然是這樣子的過程 所以說obviously 當初natural的事情 就是把 當初的人的想法 就是把這個a field 這個a of x 把它變成quantum field 所以把它promote成一個 一個field 那我們到時候會上場 所以這是為什麼natural 會有這種概念說 你是quantum的field 那原因只是說 你要把你的classical degree of freedom 把它quantize OK 所以這個discrimination 我現在只是大致上糊過 但是這個statement 我們在下堂課裡面的時候 會變得非常precise 那在下堂課的時候 我們也在那個quantum mechanics example裡面 你們會引進第一次看到 一個probability 叫gate symmetry OK 我們會在那裡面引進gate symmetry 所以這是我們下堂課的 然後就跟把這堂課的一些東西 迷補出來 這樣我們就把這個問題 就回來了 那下個禮拜我們就會開始從 如果說我們今天好好學一堂 老師學一般的成分課的話 從scaler field 出發 然後會怎麼establish 我們至少 雖然我說formulism independent 我們總是要教一種formulism 對不對 所以我們會先從 這個patentable formulism出發 OK OK 我們今天就到這裡 好 我們碰到這裡 為什麼 只要我 沒錯 我們先 mix 是跟 這種變成 是跟 這種變成